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Daisy 正诞快乐,新年萌福 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年底的小叮咛 我们每到这个时候呢 很多的人就忙碌于shopping,party,走亲访友 在上边的to do list之外呢 一定要加上一个年底的财务总结 就是财务的review 那么财务的review都一般要review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有地址变更啊 如果你有理财,金融理财产品 比如说有保单啊 这个受益人是不是需要更改啊 那财务总结呢 主要是说我们要看一看呢 今年我们的钱都花到了哪儿去了 因为有的朋友呢,是收入很高 direct deposit 然后自己的很多的信用卡呢 也都是auto pay 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直接滑走了 所以呢,我们到底钱花到了哪儿了 自己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这个review呢,其实和一个很好的习惯有关系 就是要养成一个记账的习惯 如果你是单身呢 你自己就是这个家里面的CFO 那如果是有家庭的呢 两个人呢,要有一个分工 比如说有一个具体管detail的记账的 另外呢,一个呢,也不能不闻不问 这个记账呢,可以给有三大好处给大家 第一呢,就是你能够及时的发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呢,信用卡开支以后 当你记账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是不是有些transaction呢 并不是自己开销的 还能让你在年底的时候能知道 比如说什么样大的开支 占总体开支的比例有多少 那么这种消费呢 是不是健康 是不是要以后呢 要调整一下 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在报税的时候呢 不管你是自己报税 还是你请CPA替你报税 其实我们都是需要自己提供这个financial record的 如果我们平常养成一个记账的好习惯呢 在年底的时候呢 或者到年初报税的时候呢 就非常easy 数字就ready了 就是说每个月记一次 当然最好是每一个月了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及时的把这些信息update 那如果你很忙碌的话呢 你也可以两个月记一次 那甚至你可以一个quarter记一次 但是呢 最好不要再年底一次 就非常的费时费力 别人都在出去玩呢 那你就要花了两天的时间 集中把所有的document都聚齐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发现的问题 有的呢 已经不太容易追回来了 其实家庭里面的财务记账 有很多的记账的方式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说 我要买一个软件 我要买一个quickbook等等 甚至呢 我们有一些excel 就能够巧妙的来利用 如果你在这方面呢 需要帮助 您可以和我联系 另有呢 就是在新年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的人呢 都习惯于做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 能在这个财务上呢 引起重视 要做一个Money Resolution 我们很多人都有体检的习惯 这是非常好 但是呢 我们的财务呢 就没有年检的习惯 其实我们的财务年检的时候 也会check出来 我们存在的潜在的问题 是不是有些什么漏掉了 比如说呢 我们的风险转移 风险控制 有没有做好 我们的孩子的教育规划 有没有做好 我们的退休规划 有没有做好 而且这些规划 是不是在与时俱进 比如说呢 经济环境在变化 金融产品在更新 我们的平均寿命在延长 而且通货膨胀 也在加剧 那么在这么多 频繁变化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不是我们的 理财的措施也要随着进行相应的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退休金规划 有些朋友有一些误区 在上班的时候呢 开了401账户 那么就觉得高枕无忧了 401的账户呢 只是把你的钱set aside 但是呢 并不保证你退休的时候 真的就有足够的钱 来供养你退休 所以呢 大家一定对自己的401K 不能不闻不问 那么要定期到账户上去检查一下 那个布局资金到底放在了哪里 布局合理不合理 是不是根据外界的形式 和自己的想法的变化 而做了相应的调整 在这截日期间呢 我们也特别推出赠书服务 由前世界银行经济专家 温英干博士牧师 所著的实现财务自由12堂币休克 前三位打电话打进来的朋友 免费得到一本书 电话号码4083387556 谢谢大家 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蒙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